天边妖艺红云如烈火骤然,朱仙台上刚风大作,雷声响如远古战场上击杀敌者的战鼓,带着万军之力凝聚而下,原本大小如井口的朱仙台悚然裂变,直裂断道三生石下,整个高台轰然坍塌,刚风席卷,天目闭合,逃无可逃,是神朱仙。 凤九亮呛奔至朱仙台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万丈高台神行一失。 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阳青者生而为天,因着降而为地,天色轻湛,有风与雷电,地盐浑浊,有沃土江河。 但此时他眼前所见的一方天地却是混沌一色,会圆如鸡子,天与地闭合为一,其中风声雷电若万鬼同哭。 凤九不能相信,他的东华居然就在里面,他纵身变向那结界内的天地扑去,他同她说过的,你生我生,你死我也绝不毒火,生不求同事,死而同果。 小九 身后传来一声痛呼,像是来自天后白浅。 身前盯了一声脆响,凤九被一股肃默的掀起弹开,刚刚还在大典一台上装严兽印的墨渊上神横身立于结界前,挡开了凤九的飞来一扑。 逃住剑在手,凤九红着一双眼睛盯住墨渊的身形,让我进去。 小九 身后白浅扑道,他钢铜叶划成了荒火大叶,纵然扶了折眼的养灵丹,还是浑身乏力,使不出仙术,值得扑身过去环抱住侄女。 这孩子是疯了吗?那急剑内眼见的就是凶险无比,他人上仙都未飞生,竟想要,就这么冲进去。 咕咕。凤九回头看了他一眼,指着一眼,白浅就不由地松了手。 在那一眼中,白浅看到了撕心裂肺的绝望,如同当年他抱着夜华尸身,坐在弱水和盼石一模一样的眼神。 拦不住了。 凤九回过头去,眼见墨渊,身形不动,逃住剑缓缓出窍,上神,凤九求你,让我进去,东华他在里面等我。 墨渊不达,挥掌,一枚赤金色凤羽花,借付于凤九面前,你当知,此半心是谁的? 猎心术。凤九一瞬间脱离跌坐在地,东华此行前遂古猎,半心筑此语界,留话给你,若你也要弃势而去,这半心并里头所封着的情爱,便自此四海八荒飘荡无依了。 猎心术,碎骨弯心,锥心气血。 跪坐在地的,凤九双手掩面,碰哭失声。 东华,若君不归,你要久而如何独活下去? 此时,结界之内,无日无光,天地浑浊,诸仙刚风不止,猎如刀割,天上是神巨雷若重锤砸下,镇的沧河见镇嗡嗡晃动,机遇崩塌。 镇内东华帝君面容冷酷,双眼指盯着施法的老者与三生石,对周遭一切恍若不绝。 那不依老者额上已不满豆大汗珠,耗尽全力施法于三生石上,金沙自数千万苍生民中拓出,自动汇聚一处,紧挨着那处右侧的名字显现出来,青秋白凤酒。 见到那名字,帝君苍白冷酷的薄唇边突然现出一丝笑容,心口就伤处,传来一阵撕裂之疼,一晃神,沧河见镇露出破绽,刚风巨雷混结而下,撕裂见镇,直逼三生石。 东华身形暴起,卷袖成风,护柱巨石,刚风如刀,巨雷如锤,彤彤斩在他身上,形成一道道透骨重伤,赤巾血尽出,帝君连眉毛也没动一下,不多时,紫色长袍已经被血染成湿重的黑色。 三生石上金沙凝聚,正一笔一笔勾画而成,东华子辅少阳君,天地有大变。 节界外,远处,刚刚成继了军位的天军叶华帅众臣拜扶于帝,众仙指道,天逢大变,东华帝君大德,晚仓生于此,却并不知其中真意。 稍尽处,天后白浅双手,环抱着跪坐在地,痛哭脱力的凤九女军,一声声安抚着,东华帝君是何等修为? 你既爱他,自该信他,天下没有什么是能困住帝君的。 折眼以邪万古灵丹妙药后,在太成功,小九,你要相信我们。 白浅求救的眼光看向守护在结界前的墨渊上神,墨渊的眼睛却深深望向结界内,沉默的身形矗立如山,不知想着什么旧事。 结界之内,三生石上帝君明会重塑而成,不依老者已说了数法,毕竭倒于三生石下,身形缓缓透明。 凡是太烈,这刚换人身的仙者承受不住,已要临结重归混沌。 身前一道紫光袭来,是东华帝君为他注入一缕林立,再将其身形虫封入三生石内,百年之后或重有机缘。 封好三生石,东华回身望向结界外,那只小狐狸已经哭倒在他姑姑怀中。 心头涌上一股温柔的疼痛,他本该只在他的怀中舒展欢笑,肆意娇满,而不是像现在这般,被这闭合的天幕阻隔成咫尺天涯。 东华台秀收仓和在手,赤金写洒于剑上,另一手摘下腰间悬挂的火红狐尾,捏绝将其凝入血光暴涨的仓和神剑。 青丘狐为每一条,都可凝聚执念化做一件法器,小狐狸,这便随本君做最后一搏吧。 剑光暴涨,紫衣神君身形与剑芒融会为一,若流星突允,斩向此方天地衔接之处。 盘古禁术,开天辟地,结界轰然暴响碎裂,如天塌地陷,重裂天地。 天开地辟,阳青为天,阴酌为地,天高一丈,地厚一丈,天数极高,地数极深,天地相去九万里。 有剑光自这天地间飞升而出,莫冤上神纵上,前去接住那如陨星般坠落的子芒。 林德君元年,天逢巨变,上古尊神东华,紫补少阳君,之首在平天乱,重开天地,浩德勇载。 一十三天太成功里安静飞场,静静出出的仙徒,仙臂都刻意放清了步伐,连偶尔的交谈都压低了声线。 清风徐来,只于分驼力池里,白莲速速清响。 帝君寝殿内,原本悠悠的白檀香,被淡淡的血腥味和微微苦涩的汤药味所代替。 折言上神,为帝君疗伤,已入驻太成功十二日。 没有人知道天节过后的东华帝君,伤势到底如何。 因如今帝君寝殿内的大小事物,皆由清秋凤九女军一手主礼,不准任何人靠近。 当然,这是不合规矩的。 但连如今规矩的代表,天君天后都不说什么,旁人又哪敢有半分非议。 太成功,东华帝君寝殿内。 一殿安静,墙角的错晶莹其灵文的铜镂壶发出滴答的细微声响, 博山炉香烟鸟鸟鸟,围杖无风轻荡,空气里依然弥漫着苦涩的药味。 凤九,跪坐在六尺阔的檀香木床边,直了沾湿的帕子,一点一点沾湿东华,有些干裂的嘴唇。 床上游自昏睡的帝君脸颊消瘦,眉峰微平,静卧于榻上。 血色胶领中医映出苍白如纸的肤色,紧闭的双唇,失去了血色。 叹似依旧完美的五官,却没了往日的神采。 这是凤九从来没有见过的东华,她见过她的威严,她的慵懒,她的比拟天下,她的深情浅犬。 唯独没有见过这般脆弱的模样,她觉得自己的一颗狐狸心,就像被人揪住又凝了一凝。 那日子闭合的天地间闯出来,她一身是血,电体鳞伤。 凤九现今闭上眼睛还能回想起当日那撕心裂肺的疼痛和恐惧。 轻轻抚下身子,将脸贴在她的身侧,幸好,幸好如今她还在。 锦丝衣裳,微温的胸膛,熟悉的温度和味道,都是她做小狐狸时就最安心的意外。 只是没有那熟悉的手臂来拥抱她了。 小九,身后传来温和的男生。 凤九直起身子,转过来,看到身后端着药碗折颜。 小脸微微有些泛红。 虽然这次之后,长辈们似乎都默认了她与东华的关系,但被人撞破这般的亲密,还是让她有些羞涩。 上前接过折颜手里的药碗,可还坚持得住。 折颜微微轻声探看她眼下明显的阴影。 凤九摇摇头,小九无事,只是,帝君她何时才能醒。 折颜侧身去看见卧榻上的人。 如果她没看错的话,刚刚放置在床边那只骨节分铃的手,分铃动了一动。 多日来的焦虑,灯时一扫而空。 折颜微微摇着头,丫头莫担心,定不会像莫冤一般一睡七万年。 听着这不靠谱的回答,凤九眉头拧得更紧,可帝君她受了量重的伤,之前还用过裂心术,帝君她。 折颜脸上闪过一丝玩味的笑意,对哦,她可是用过裂心术的呀。 凑近观察,本以为会沉碗伤心的眼睛里,却闪过前所未有的坚强。 这丫头,折颜摇摇头,再偷看一眼凤九身后,床榻边那只卧起的拳。 丫头你给她喂药吧。 她摆着手转身出门。 今儿天气好,在这泰晨宫窝了十二天,她总算可以回桃林,看看珍珍了。 手中药碗散着微微的温热,凤九回身掀胎围杖走进去,那人依旧无知无觉地睡着,呼吸清浅绵长, 紧被垂落微移,银色长发蜿蜒在榻上,映着流转满电的明亮灯火,要着淡淡光运。 夜步走至她旁,她矮身坐鱼在榻上,熟练地身地扶起昏睡不醒的帝君,将她扶靠在自己怀里。 帝君,喝药了。 附在耳边的轻轻呼唤声,是学着幼时母亲哄她吃药的温柔声线,手中的药丸也递送至她唇边。 薄唇紧抿着,毫无听话,喝药的打算。 帝君宁可是上姑势力一统入合,八荒臣服的英雄,总不能像凤九小时候一样耍来不喝药吧。 一边滴雨自言着,一边拿来,银勺成了药汁送到她唇边。 勺子轻易地就塞入了她唇间,只是才刚倾斜了一点,唇角就有黑色药汁流淌。 今日怎么这么难为进去?想想,前几日明明喂得顺顺利利,今日这是怎么了? 凤九偏头想了想,面色秃得一红,心道,莫非要像姑姑画本子里写的那般喂她吗? 店外清风吹静,身侧烛光摇曳不定,半明半暗间,仿佛一不留神,便能映照出她怦然乱跳的心。 她迟疑片刻,终是仰头喝下一口药汁,好苦,心中不由怨着折颜,放下药碗,双手搂住她的脖子,垂眸俯身慢慢靠近那挺直鼻梁下的薄唇。 有柔软的呼吸扑面撩人,又熟悉,又陌生,既不像当初凡间那样炙热缠绵,也不像太成功能外那样冰凉冷漠。 凤九只觉得耳边都是自己的怦怦心跳,交握在她紧后的手指紧张地微微发抖,强忍着羞涩,刚刚吻开她的唇,便觉眼睫微痒。 她书得睁开眼,猝不及防跌进一双漆黑的凤眸中去,好像她清秋夜空中最璀璨的星星。 喉间抖得一噎,咕咚一声,凤九吓得把口中汤药一口吞了下去。 好苦,要喝得太急又太猛,她扶着胸口,顿时咳嗽不停。 一双熟悉的手臂扶上她的尖头,修长的手扶在她背上,像抚摸着当年的小狐狸一样,缓缓帮她顺着气息。 帝君的声音纵然还有着一丝虚弱,却还是惯常那般平和悠然的调调。 九儿,你在做什么? 我…… 自帝君醒来,太成功的气氛有些紧张。 比如,凤九女君虽然还是主理着帝君的餐食,但明显熬得要更苦了些。 虽然还照顾着帝君起居,但明显化又少了些。 东华靠坐在卧榻上,看着背对自己,以收拾寝殿为借口忙碌着的凤九。 在垂眸看看手里翡翠小碗中汤药冒出的微微热气,挑了挑眉风。 嗯,这和醒来当日的待遇,差别有些大。 帝君再挑了挑眉,右手腕微微一锤,当郎一声。 凤九蹭地转过身来,正看见那翡翠碗并汤药摔在金砖上,灯石粉身碎骨。 嗯,手滑了。 帝君,你…… 帝君再挑了挑眉,微微动了动右肩,一道血很硬在雪白中衣上。 刚想,生气的小狐狸瞬间跳了过来,充满怀疑的视线打亮着东华的神色。 折眼走时,明明已经结佳了呀,怎么会又裂开了? 帝君略略轻身,柔软的鼻息吹拂在她的面旁上,呼吸里尽是白檀香和微微的药气。 那一双凤眸里闪着一层一层蛊惑她狐狸心的光芒,久而难道不知,障眼法是障不了神仙眼的吗? 那…… 帝君,你刚才也没做什么呀? 这檀木床头有些硬,割到了。 清风从风陀丽池拂过,带着白莲的清香吹进围帐中,只听李坚细细的声音传出来。 帝君,你觉得这个角度可以吗? 再往高坐坐,你这身量矮了些。 好吧,帝君,凤九觉得,你有时太不爱惜自己了些,你要那天改命,因何不告诉凤九呢? 还,还留下半心,不准凤九相随。 我听说,你上古史学得极好。 嗯…… 你可听说过,上古时有一位神君,化身的时候正降生在一片沼泽上方悬空的树枝上, 彼时那树枝上缠了条锈炼百年的毒蛇精,那神君因是刚刚化身,还是个孩子模样,法力也不强盛,值得费了些力气,又受了些伤,方才杀了那毒蛇精。 凤九抖了抖,想起小时候差点掉进蛇窝的事,那很恐怖啊。 但那神君不能害怕,因树下的沼泽里还有一条等着他稍漏惬意,就择戏而食之的鳄鱼精。 上古时候,四海八荒远不向如今海燕和亲,对于无父无母,无人忽悠的小神仙来说, 太爱惜自己,就是等着命丧黄泉,被焚而食之,所以很多时候,都只是习惯而已。 小狐狸,你哭什么?我说的并不是自己。 帝君,还有一事,你不是用过猎心术的吗? 承认用过这术法的神仙,还是有往日记忆的,但不是说心中,情爱就都成风了吗? 你说的,是折颜那本破书。 是啊。 五百年前,折颜上天宫为你姑姑和桑吉退婚,转头却又定下了夜华, 皆是因为她觉得夜华可能就是默渊转世,这也太不靠谱了些。 所以,你觉得折颜的书能信? 好像,是不能信。 可是默渊上神也说, 九儿怕我心中再无情爱,便不想留在太成功了。 不是的,凤九摇着头,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强, 九儿不在意这个,只要能留在帝君身边, 哪怕还如当年小狐狸一样,也是可以的。 那九儿以为,何为情爱? 无见千百人不悦,独见君悦。 所以,只要活着,只要还能见着那个人, 情爱又如何能封印呢? 所以,我没有那个法术,是对的吗? 嗯,九儿很是聪明。 帝君? 还叫我帝君? 东华? 人间有凡是名春秋,春秋有江宁孙武者, 驻兵法谋公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事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功成。 此,乃善言。 胡帝白纸隐约记得,年少时的自己在水澡泽学宫中见东华帝君, 闲来无事造妙华境,观三千尘事,说过这样一桩趣闻。 再后来,他虽为帝君坐下七十二将之一, 却因丙性爽直,只坐杀敌先锋, 未在于兵法意图上有所造诣。 但如今,他又突然记起了这桩往事。 昨日午后,哲言自一十三天,太陈宫归来, 说帝君已醒,天下大安。 今日清晨,他青秋湖离洞前, 就整整齐齐占了六十九位神将。 三十万年前,东华帝君坐下平八荒, 扫鹿河的七十二名将,仅差三位。 而差的这三位,一个是因勤困于白水山, 后语化离世的孟号神君, 一个是站在他四子白针身边的哲言上神。 一个便是他自己。 为什么他昨日只记得一边钦佩帝君神勇, 一边劝诫要将孙女凤九榜狐里冻的次子白翼, 却偏偏没料到会有今日这一茶呢? 白痴的脑子有些发猛,对至半时。 面前七十二将之首的莫冤上神上前一步, 万万年罕见地向他拱手为礼, 东华帝君因伤不得清醒, 特主坐下重将,礼至青秋, 求取狐帝之孙, 北荒之地白翼上神之女, 青秋女军白凤九。 直白干脆,让人毫无怀疑, 来者却细战神本尊。 战神莫冤帅帝君坐下诸将下聘, 但他白痴本也是帝君坐下一将啊, 所以,他是否该站到对面去? 胡帝白痴回头寻找老友哲言想寻个主意, 却只见不知何时哲言已经站去了对面。 现存于世的七十一名将, 七十位站到了对面, 只剩下他一个。 帝君曰, 不战而取人之兵, 善者之善也。 胡帝拱手还礼, 凤九虽为白痴之孙, 却是犬子白翼之女, 自古梅朔炎, 父母命。 炎霸, 他一转身, 站在了墨渊身后, 将后面的白翼露了出来。 白翼上神也懵了, 他还记得当年在太陈宫, 东华帝君以三生时尚无缘为由, 辞聚他的体亲。 而他的父君却站在了对面求亲的阵营里, 带帝君向他下聘球娶女儿白凤九。 他可以不同意吗? 白翼额头上出了一些冷汗, 只见他平时尊为长辈的墨渊上神策过身, 让出一道屏风, 帝君诚心求娶, 以此为聘, 礼敬清秋。 麒麟角为谷, 凤凰与之旧。 东华帝君亲手以帝王诸沙绘制, 清秋地貌全途, 清晰地再现了每一座山峰中的矿藏, 每一条河流中的宝藏, 每一笼田地中的作物, 每一处村落里的黎明。 麒麟盖人寿而以德为至也, 凤凰见则天下安宁也。 屏风上用着天地共主的诸红印喜, 是那一桶陆河, 八荒臣服的帝王承诺。 他, 东华子府邵阳君, 以清秋万载安宁, 天下得志为聘, 求娶女君白凤九。 小段子, 最是套路得人心。 清秋势必, 折颜同莫冤一同折返太成功探望东华伤情, 一路上折颜犹豫了数次。 早前, 自己已将少婉先生踪迹告知莫冤, 只是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素来, 端方严谨。 他若不说, 仅从面色神情上, 还真猜不出他是否已去过张伟山。 御风极快, 不多时已知太成功。 工人侍卫, 见他二位都及礼尽, 一路畅通无阻, 至内殿, 有公额要进去通顶。 折颜一百首, 阻止了那小公额。 寝殿之内东华同凤九正讲到化身在碧海苍灵的小神君杀蛇涂鳄一段, 亏得他耳力极好, 听了半句。 大敌也是东华伤众先利不济, 没注意, 他们刚至门外。 折颜挥手让小公额吞下, 一边嘴角勾起一眼神示意莫冤, 碧海苍灵有沼泽, 还有树木生于沼泽之上。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莫冤无言, 披他一眼, 扭头出去, 妇神笛子, 岂是听人闭脚之辈。 折颜忍住笑, 刚想细听, 突然屋内又飘来一句, 你是说折颜那本破书。 依他看, 这东华帝君的伤, 大抵是都好了吧? 也不用再整治了, 且让他多养几日吧。 折颜也转头出门, 行至院外, 正看见墨渊站在那里遥望天际, 不知在想着什么。 那个方向, 折颜走过去, 并与莫冤身侧, 同他一同眺望, 当年神魔大战, 赋神让东华为帅, 你为首将, 我记得起初你极不服气, 垫扭了好一阵子, 还借口同东华打好几场价。 如今我看吗? 你二人秀为不论, 指着谋略上你却不如他, 过刚一舍, 要不然这会你同少婉的孩儿 只怕比天津夜华都要年长了。 墨渊回头瞪他一眼, 御风只往刚刚木跳方向而去。 那里, 应该就是张伟山吧。 林德军元年, 九月初九, 青秋湖离洞中, 灯火通明。 白家, 众长辈亲友齐聚一堂, 彻夜不眠, 今日便是东华帝君迎娶青秋女军白凤九之日。 青秋不比九重天规矩多, 因湖地湖后独爱人间日月分明, 四季更迭之质朴, 故而亦有昼夜之分。 这日寺更刚过, 墙被他娘亲按在床上睡了一小会儿的凤酒, 已经起身, 吃过简单的早餐后, 便由是女们侍候着已浸满了鲜花的温泉水洗浸全身, 端坐于铜镜前等待梳妆。 镜子里的少女容颜交好, 双眸因着得偿宿愿的兴奋而闪闪发光, 映衬得额尖火红的凤尾花椒艳欲滴。 世事如梦, 到了这一刻, 他仍有些恍惚。 游记的三个多月前, 是他在太成功陪伴帝君养伤的第二时日。 帝君召来, 私命送他回青秋, 只交代了自己要闭关百日休养, 让他乖乖回狐狸洞等着, 百日后自会来接他。 其实, 那是凤九, 心里着实不安, 跟着私命一步三回头的出了南天门, 总怕这一去忧生变故。 他怀着这样恍惚的心情回了青秋, 还没进狐狸洞, 便被阿娘劫住带去挑选珠宝首饰, 并应嫁妆, 这才知晓, 原来东华已经在醒来第二天就着人下聘, 不知怎地, 他那个古板的爹竟然就同意了。 百日后, 白凤九便要嫁给自己, 心心念念思慕了几百年的东华帝君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凤九有些呆, 下狠劲咬了自己的狐狸爪子一口, 竟然疼得眼泪汪汪还没醒过来, 难道这便是他承诺的, 要将他接回太成功吗? 小九, 发什么呆, 梳妆了, 阿娘带着一群天族侍女围上他, 换回对着同镜发呆的女儿。 三日前, 私命班来了好些天族典籍, 看得人目瞪口呆。 游记得当年私命偷出典籍, 直接导致他断尾克字, 后来挨了整整十三道天雷, 皮开肉绽地在床上僵养了大半年。 如今, 偷出这么多来, 是不想活了吗? 哪知不想活的私命严肃的拱手依依, 与他说, 这次带出的典籍竟都是过了名路的。 皆因天族此前, 并无帝君这般身份的尊神成婚之先例, 本预备着比照天君大婚的规矩, 再多出一些用度。 可帝君说了, 天君大婚规矩繁重刻板, 那些繁复的礼节, 还是要让女君先看过, 除了统计天帝与朝拜两相, 都由着他喜欢挑剑, 若都不喜欢也无妨, 不必给任何人面子。 于是仗着东华的宠爱, 凤九便只挑了大妆一项, 他只想把最美的自己呈现给他, 至于其他的, 皆不在意。 侍女们已然开始上妆了, 先是由一人用纯蜂蜜 碧玫瑰花瓣制成的美容霜涂在脸上, 另一人立刻用上好的保纸轻轻擦掉, 再用美酒与桃花蒸柳水混合而成的 芳香化妆水整理, 接着涂上羊枝与白色佛林花制成的美容霜, 轻轻擦拭后, 铺上桃花粉, 双颊轻轻抹上胭脂, 以粗不清拂过。 嘴唇涂上樱桃般鲜艳的胭脂, 最后以骡子带描描画一双细长而圆润的眉。 装逼, 手脚灵巧的仙鹅们将长发碗做凤凰展翅的发剂, 最后还要换上珠红色为底, 蓝色绣金线而成的凤飞九天文样大礼服和衣衣。 穿着好后, 戴上有十二种花式的玉枝英络, 珍珠, 红玉, 翡翠, 蓝宝石串联而成的耳环, 再由阿娘将同样质地的金钗插与发肩。 扶着娘亲的手走出内室, 胡后正候在外间, 从一旁失拟手捧的锦盒中取出遗物, 东华帝君昨夜遣人送来, 是取自银州海底的万年明珠。 说是树冠刻板, 反损了你的灵动娇美, 特让人用黄金制成精致的链子锤以此珠送来于你。 小九, 三百年前奶奶为你竖发登基女君之位, 大伙还笑颜, 像是送你出嫁, 如今你真的嫁人了, 夕儿帝君带你如珠如宝, 奶奶总算放心了。 凤九低头含笑, 红着脸人由奶奶将明珠佩戴于凤济之上。 细软的金链锤下, 明珠正锤在她俄中央凤尾花间, 速速浮动, 犹如清风吹起的柔白花蕊, 含羞妩媚。 灵德军元年九月初九, 东华子府邵阳君迎娶清秋女君白凤九。 凤九由祈福白衣上神引出狐狸洞, 身后爷爷奶奶, 叔叔叔父跟了好些。 洞外, 由墨渊上神领头的天族迎亲使节已分裂两边, 霞光万丈, 鸾鸟齐鸣, 眼前却并没有当初接走姑姑的重敌车。 霞光之中, 围剑凤尾花开, 佛陵花落, 一条宽阔花道婉转弱天梯, 从九重天直扑而下, 花道的尽头隐隐是一高台, 有神尊长身玉力等在天尽头。 叠咒术, 神足一等一的重法, 原本是将空间压缩起来, 使相距万里的人可对面相见, 但若由秀为真挚化尽的远古上神师出, 就可达到空间重叠, 使人穿梭自由的境地。 东华帝君受逆天之劫伤, 众碧观百日, 竟只是为了修养先例, 造出这叠咒空间, 即隐心上之人入住太成功。 身侧墨渊上, 神已示意他踏上花道, 凤九有些喜悦地茫然, 回头看看爷爷奶奶, 却只得到矮然肯定的微笑。 他慢慢地踏了上去, 好似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引领向前, 眼前风景突变。 这里是…… 青秋边界少迷雾森林, 阳光和煦, 春意正好, 一紫衣神君怀抱一份 庄少女正从天而降。 那少女眼中含着惊艳, 却不知害羞的神色, 你是谁? 紫衣神君浩发如雪, 与平如镜, 东华帝君。 这是他们第一次相遇, 他就他于金尼兽的找下, 他对他一见倾心。 东华, 凤九, 喃喃自语, 柔和得先例引领, 他不自觉地在踏前一步。 九重天, 太成功, 是他做小仙娥时的房间, 帝君将他抱放于床榻之上, 正要起身, 却被一把抓住袖子, 请客俯下身来, 银发与青丝纠缠, 呼吸相闻, 他闭着眼睛, 口中呢喃着, 东华, 东华。 没有看见那尊神眼中瞬间纷乱, 又瞬间挣扎平静的眼神, 这是吃了诗魂果之后的是吗? 帝君只说灌了他三碗醒神汤, 为什么这一幕他一点印象也没有? 佛林花落, 在踏前一步, 画成小狐狸的他, 匍匐在脚踏之上, 见紫衣神君肆意酣醉沉睡, 大着胆子画出人形, 轻柔的亲吻像花瓣一样落在他高挺的鼻尖, 何修走, 以门回首, 却不知有深邃双眸在他身后睁开, 凤九惊讶地捂着弹口, 他知道了, 这确实是叠咒术, 但叠起来的并非只有两层空间, 而是将他们所有美好的精力重重封存叠压, 如若重新再来。 果然, 再往前走, 第四重, 索摇塔下现身向旧, 再命私命赶他回青丘, 屏风遮挡住他白衣上斑斑血迹, 遮不住他相望时的炙热与矛盾。 第五重, 筐沱大雨, 他背着自己走在凡间的皇宫中, 肩背宽厚肩时, 是最稳定的依靠。 第六重, 凡间遇袭, 受伤的贵人已经晕厥, 那帝王红了眼眶, 一字一句地承诺, 正便是要护住你的男人。 第七重, 断尾伤众, 那居然不是梦, 他真的漏夜赶来探望, 给了伤众迷惑的小狐狸最温柔的拥抱, 最真实的亲吻, 最心酸的泪水。 第八重, 天君天后大昏, 最久的他, 被帝君搂着握在佛林花树下的睡榻上, 安然和睦, 睡了百年间最踏实心安的一觉。 第九重, 东华抱着他自凡间而返, 狐狸冻中, 轻哄他睡下, 带走了那瓶醉红尘, 他喝了他的醉红尘, 此生再不愿醒来。 晨曦出名, 朝华殿前, 万丈高台耸立, 文武仙观圣装, 分裂东西, 列向北方静静等待。 那股柔和的仙力, 引护着凤九踏出九层空间, 百官见之肃木行李, 掌管神族婚姻, 不子的寒山真人, 势力在高台之侧。 凤九眼中运了金银的泪珠, 他的东华逆天改命, 为防万一又受了裂心之痛, 酿重的伤, 仅仅恢复百日, 便施此重罚, 一路以精纯先例呵护, 引她来归。 不再是三百年前登基女军时的幻影, 高台之下, 金冠高树起洞雪般的银发, 那尊神身着与她同志的大礼服, 朱红外衣, 供雪白内里, 趁着极清俊冷淡的眉目, 只有在看见她的一瞬间, 才泛出柔和神色, 若东阳下出战的冰雪。 手指修长, 骨节分明, 肤色如玉, 摊开在她面前, 久, 过来。 她的手络在那掌心中, 白痰香气萦绕, 有微凉的指尖, 失去泪滴, 哭什么。 我在这里。 凤九摇着头, 眉目含笑, 想着九重空间中那些, 她从未察觉过的浅犬深情, 止不住味珠分落。 见她如此, 东华低叹一声, 轻身而下, 微凉的薄唇正稳, 在她眼角眉梢, 瞬去泪珠点点。 长臂青疏懒先妖在怀, 在众仙压抑的抽气声中, 蓬空而起, 飘然落于高台之上。 寒山真人早已备好两份仪式的婚文, 一份露入一元部, 一份用于祭告天地。 帝君眉目微垂, 看向她羞红的脸, 凡人呈昏尽月老, 拜私命, 神仙城昏进寒山, 拜天君。 但他们都当不起本帝君一拜, 地后便执与本君同行, 这祭告天地之礼吧。 凤九汉首, 寒山真人捧上的那份 将寄予天地的婚文, 二人接过, 担子并唇红的光芒 自娇卧的双手间晕开, 清风徐来, 寄文化为飞烟之上久消而去。 东华微微一笑, 携她之手转过身来, 于高台之上朗声道, 宣御四海, 赵福八荒, 吴东华, 子辅少阳君, 金银白凤九为后, 此心日月同辉, 永不相赴。 尘尔悠长的帝王之音, 响彻四海八荒, 此奈神欲, 升落, 中古其名, 霞光万丈, 空中青鸾为首, 白鸟朝凤, 盘旋九州, 众生拜福。 凤九这才看清, 那跪拜的众生并非仅有天族, 还有魔族, 鬼族, 异族, 妖族。 她的东华, 是这世间唯一一个天地共主。 八荒朝拜, 众生俯首, 万民向赫。 清零成尽的阳光, 毫不利息地展露出他们携手相依的灿烂神资。 而她尚不知晓的是, 太臣宫外, 等着她的还有月华铺地, 心子闪烁, 微风吹渡绞沙杖, 窥见窗边高悬的龙凤双竹, 交房贵宠, 洒杖天香。 那原本浮于三清幻境的尊神, 已为她走下万丈红尘, 为她之手, 遮住九重天万万年的艳阳天, 给她最美的洞房花竹叶。 天族并没有大婚修怒的规矩, 但东华帝君贵为天地共主, 她若想怎样, 从来也没有别人智慧的余地。 而以大婚当日, 帝君对帝后的情状来看嘛, 休暮一日阴在情礼之中。 故而, 上朝前还撕存着那桩要是明日在意的天君夜华, 在看到大殿上悠然积聚而坐的东华帝君时, 着实吃了一惊。 其实, 群臣也吃了一惊, 今后细思之下, 终于误了。 想必是帝后贤德, 以帝君朝政为上, 果然堪当万民敬仰。 堪当万民敬仰的帝后, 睡到近午方起。 为着大婚, 她兴奋地数晚未眠, 而以东华的霸道性子, 今日能起得来床, 着实是清秋之福, 还需算上她命印。 凤九用了些清淡小菜, 头一点一点地, 打着瞌睡进了她姑姑的喜无功。 她实则还困乏得很, 但姑姑一早变着人来传话, 说尽两日她姑父夜不能寐, 很是伤神, 先前因爱着帝君同她大婚, 忍着没有探问, 听闻帝君今早已去上朝, 如若她还能爬得起来, 速到喜无功一意, 看看从帝君处可能得出些什么消息。 凤九迷命呼呼晃进门的时候, 正看见团子在独自摆弄着一堆小玩意, 见识她进来, 抬头甜甜地叫了生凤九姐姐。 凤九笑眼弯弯地点头答应, 白浅已经走过来, 拉她坐下细细探问。 无奈, 凤九自来不是个会猜负君心思的, 更别提是朝政上的消息。 一无所获的白浅皱眉长叹, 旁边团子疼爱娘亲, 紧着拎了一幅画过来讨喜, 正是一幅天君夜华亲笔所绘的娇妻质子图。 图中白浅慵懒地靠在美人榻上, 手里抓着一本画本子, 小阿里也坐在榻上, 捶着两条小短腿, 正歪着脑袋偷看娘亲手中的书。 美人娇柔, 质子憨态, 着实让人喜欢。 团子得意洋洋地, 抖着手上的画像询问坐在白浅身侧的凤九。 姐姐, 这是我父君亲手所会, 数月前才送点阿里的节日礼物, 你看好不好。 白浅提着精神, 抚着儿子的头暗卫道, 你父君的话迹自然是四海八荒最好的, 当初仅以左手作画都能传神, 何况如今。 团子兴奋道, 正是, 凤九姐姐都说东华姐夫是这四海八荒武功谋略第一的神仙, 但我父君这画迹也是四海八荒第一呢。 凤九有些憋屈, 若是说别的还好, 偏是说道话, 东华自始至终, 就只送过他一幅四海八荒绘图, 还让私命传话说, 没什么值得惦念的。 着实是段甚不快活的记忆。 还没彻底清醒的凤九, 脑子一抽, 就只想找个什么把团子手里的画像给比下去。 正巧也是数月前, 与爱吕在桃林逍遥了十几万年的哲言上神, 对孤单了三十几万年, 即将成婚的东华帝君说, 以后哄媳妇, 最关键的是三不忘, 生日时, 不忘送礼物, 定情纪念日不忘送礼物, 有特别意义的节日, 不忘送礼物。 听见这番劝告的帝君, 顺手便送了彼时还在太成功市集的凤九一支漏雕像牙云龙纹套球, 只见这支小球飞金飞玉, 白皙有光泽, 质地柔和细腻, 高仅十五公分, 内外共分七层, 均可自由转动, 每层漏雕十四个圆孔, 最外一层浮雕花束人物及亭台楼阁, 细看下去, 正是太成功小景, 再往里看, 便见着碧海苍林和青丘的景致, 每幅场景中都有神仙眷蕴相邪相伴。 先不说有耐性能做成这个的, 这天地间仅东华帝君一人而已, 只单说这小球雕刻日久, 想必是帝君在逆天改命前置来寄托神思之物, 于当时的凤九而自视意义非凡, 贵如至宝, 激动得他热泪盈眶, 此刻, 凤九便是要换出这件至宝来比比团子手里那所谓四海八荒第一的画像, 一幅图算什么? 你看这个, 是你姐夫亲手雕刻的, 也是数月前送我做节日礼物, 不是更精致些。 他拿那鬼斧神工的小在团子面前比划了一下, 附在团子点脚, 想夺时抬高了胳膊。 眼见儿子阴线弄凤九的礼物, 扁的小嘴就要哭了, 白浅赶紧倾咳两声, 凤九, 帝君送你的礼物固然是好, 但你既说也是数月前收的, 可还记得是什么日子? 嗯, 好像是六月一日吧。 凤九晃晃脑袋, 仔细回想着, 白浅面上浮起古怪的笑意, 那小九你可知, 六月一日是个什么节? 啊, 什么节? 是个凡人的节日, 称作儿童节。 新婚第二日, 太成功帝后万年难遇地闹了脾气, 一阵旋风般地卷回了太成功, 偏赶上东华竟还未散潮, 郁闷的小狐狸不好说, 是因为收到儿童节礼物才生气, 索性将伺候的仙鹅都轰了出去, 赖在东华书房中砖等着他归来理论, 不知不觉中就等着睡了过去。 待帝君回转书房时, 便看到了这样一幅海棠春睡图。 初秋的下灶未退, 日影刚刚开始吸血, 碎巾一样洒在靠近明窗边的长榻上。 蝉畅高目, 博山炉里燃照鸟鸟白檀香, 时日悠长, 小狐狸睡得热了, 淋淋乎乎地散了半截衣襟, 露出一小段雪白的梗子, 小衣微皱, 仙妖半露, 凝知肌肤上蒙了勃勃汉意, 不知正做着什么好梦, 润如樱桃的唇边琴着笑, 引人欲邪。 睡得这般安适, 倒是没了上次假装受伤, 跌在他踏上时的心虚紧张。 帝君平日里, 净水深流的眸中, 闪过一层层细碎的光芒, 见眉微挑, 随手施了个结界, 缓步行之踏前, 退了外衣, 清凉指尖俯上滑腻细白的腰枝, 没入衣内。 踏上酣睡的美人阴宁一声, 被他斩臂困于怀中。 天君夜划散了朝一路往太陈宫来, 他近日神思不属, 皆因近日。 位于魔族腹地的张伟山, 不知因何, 竟有强大仙力, 引得摩西异动。 因内处有仙帐节的身为严厉, 尚且并无他人察觉, 若不是浅浅日前送团子去昆仑虚域拜蝶封上纤维师, 途经该处, 也必不能查。 浅浅还说, 那仙力里带着端然正气, 颇有几分想不起来的熟悉, 当无大碍。 但身为天君, 查威防剑正当其责。 天地异动之事再没有比帝君更为清楚的, 但此事敏感朝堂上不好明说, 因而他犹豫了半日, 早朝拖拉过了午时, 最终还是决定下朝后再来太陈宫拜武。 一路行至宫门前, 只闻分驼力池中万年不变的白连斩和香阵阵, 和宫上下静若无人。 司令新君正从门内踏出, 见是天君, 便拱手为礼。 夜华微微汗手, 帝君可在宫内。 司令新君眨了眨眼, 禀天君, 帝君吩咐说因旧伤未遇, 今日早朝劳顿了, 此时正在休养。 帝君旧伤未遇, 那本君前去探望。 天君, 帝君他老人家, 设了仙杖, 正在休养。 四日晨起, 太成功帝君帝后寝殿内, 朝阳明媚闪耀, 小轩窗微微开启, 铜镜里印着一堆碧人, 休养中的东华帝君修长手指间写着一支螺子带, 正为帝后细细的画眉。 阳光头进来, 给凤酒镜瓷一样的肌肤, 镀上一层光韵。 睡得香, 早上吃得也香的小狐狸, 早将头一日生气的时望在了脑后, 此刻正疑惑地询问着, 帝君, 你今早怎么得了闲暇给我画眉, 不用上朝的吗? 帝君俊眉一挑, 你昨日不是羡慕天君给天后画了符像。 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对哦, 我都忘了问你。 静白温润的手指抚上他的红唇, 嘘, 别吵, 本君正在休息如何描画美人图。 帝后, 画眉身浅入石无雅。 朝堂上, 正等着和帝君商议四海八荒大事, 的天君, 叶华君得了奏报, 说是东华帝君此前阴历天节, 昨日散朝后突赶不适, 未保万全, 须休养数日, 近日都不上朝了。 此后天君及仲臣连续半多月也没见着帝君, 依须休养数日的帝君, 带着帝后回了碧海苍灵。 众先接见当日东华帝君平天乱, 重开天地时那一身的血衣, 饶时如此, 连大婚次日都不曾担得早朝, 帝君时事有大德于众生, 四海轻浮, 八荒同木恩德。 只有天君, 叶华觉得奇怪, 帝君不是才在婚礼上试过叠咒术的重法吗? 且听凤九对浅浅说, 还是叠压了九层空间。 帝君他老人家, 着实不像伤众未遇的样子啊, 碧海苍灵位于天之尽头。 凤九因此前听过沼泽中斩杀蛇精, 落鱼精的故事, 羡慕为主地以为会见着一幅腰挪横行的穷山恶水。 心想, 等下到了无论见着什么, 对着帝君的化身之地都要心存, 珍惜敬仰。 此外, 若有那不开眼的妖怪来袭, 自己便终于逮着了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能护一护重伤财欲的心上人。 结果等站在碧海苍灵边界上时, 凤九愣了。 此处正是春河锦明时分, 连连的仙山间围出一汪碧海灵犬, 说是灵犬, 却也有半个北海大, 烟波浩鸟之上, 花木疏朗, 点缀其间, 鸟雀七夕, 妙趣天然, 湖光水色, 上下天光, 一碧万青。 而更为神妙的是, 一座纯白的巍峨石宫, 正立于碧波中央, 朝夕掌退拍打纯白色弓墙, 洗刷出灿灿光芒, 导映着碧蓝湖水, 如幻思梦。 整座石宫无一座战桥相连, 也不像是建在湖中之岛, 就这么孤零零地飘浮在水中央。 如东华这人一般, 是属于世外的孤迹与华美。 凤九有些迷惑地看了帝君一眼, 感慨道, 这是你说的碧海苍灵。 帝君挑眉一笑, 我何时与你说过碧海苍灵? 入石宫自可腾云, 但终归失了趣味, 帝君不知自何处换来一夜偏周写他城上, 小周催开波平如尽的湖面, 乘风而始, 清风送来花木新香, 一路鸟雀鸡扎随行, 未及已至宫门之外。 东华率先挑燃上岸, 回身将手递给他, 凤九扶上那修长有力的手, 有五色鸟却嫌鲜花飞来, 灵巧地将花枝沾于他并颠。 娇艳花朵硬衬娇俏精致的五官, 不知怎滴, 就让他羞红了脸。 碧海苍灵是东华的化身之地, 周边仙山不似清秋的灵秀妩媚, 而多有巍峨壮阔之美。 自帝君城天地共主以来, 此地在无外人赶来搅扰, 时宫华美安静, 好像是只属于他二人的天之尽头。 私命体贴, 提前早早使仙鹅来撒扫准备, 连厨房中的餐饮吹具都一样不少。 凤九是青秋九尾湖族唯一的孙子辈, 虽不骄纵, 却也自小便有地基的傲然, 可自从到了东华身边却常常觉得气馁。 帝君他, 简直像是无所不惠, 无所不能。 相行之下, 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大概就只剩厨艺了。 故而此番私命的体贴, 实际试得了他的意, 一天到晚, 除了拉着东华游山玩水, 就只剩下古道各种美食。 室外不知时日长短, 他二人每日或登仙山俯瞰, 或乘一夜偏周四处游玩。 到了午膳时分, 便找个河道狭窄, 风景如画之所。 帝君施法至矮桌座席于河床之上, 听流水从从, 看河时林林, 想凉风阵阵。 凤九在厨房里大展长才, 不一会儿就将亲手做的炙烤山鸡, 五香桂鱼, 素炒扇丝, 鸡丝豆苗, 椰子盏, 鸳卷, 莲子扇粥, 灌嫩于唇羹林林总总, 摆满一桌。 美景, 美食, 美人, 世间为此三者不可辜负。 戴得饱足时已是午后, 于溪边寻衣古墓, 弦坐于亭亭华盖之下, 绿荫阵震, 鸟鸣悠悠, 地君垂掉, 让凤九枕于溪头小气, 三千青丝如破垂下, 正是晚身狼膝上, 何处不可怜。 如此数日, 二人已将碧海, 苍林美景游进, 世间美味各色尝变。 凤九好动, 实则能定下新来的时光甚少, 大多都是在东华身边陪伴时才有。 等到佛林开到繁华近处, 东华便拉了他安静地待在时宫之中, 不在外出。 碧海苍林有日月更替, 殷晴于雪, 四季分明, 而这些都是依照那位尊神的心境而行。 当此新婚燕耳之际, 时光之中自然正值春圣。 天际线上浮出山巒巍峨连连的影子, 慢慢佛林花海仿佛开到了繁华近处, 花木深处又有温热灵泉引入, 唯以天然鼓捉的雪白石壁, 自然斜去之外, 更有天然的疗伤生机之效。 日暮时分, 东华退了紫衣, 紧着纯白内里, 永懒闲适的眯着眼, 已在热腾腾的温泉水里, 看漫天佛林花分落如雪。 三千银发任意垂下, 若流泉倾泻, 沉浮在水面上, 荡开缕缕情思。 天际线上浮出山巒巍峨连连的影子, 慢慢佛林花海仿佛开到了繁华近处, 花木深处又有温热灵泉引入, 唯以天然鼓捉的石壁, 自然斜去之外, 更有天然的疗伤生机之效。 日暮时分, 东华退了紫衣, 紧着纯白内里, 慵懒闲适的眯着眼, 已在热腾腾的温泉水里, 看漫天佛林花分落如雪。 三千银发任意垂下, 若流泉倾泻, 沉浮在水面上, 荡开缕缕情思。 有佛林之音传来, 身着燕红沙裙的凤酒, 脱了一只玲珑木小盘, 上至白玉小酒壶并流离尊, 分花浮柳而来。 走得近了, 便看清温泉水里, 帝君身上的白衣已经尽尸, 服贴在身上随呼吸起伏, 隐隐约约透出玉色的胸膛。 他不由红了脸, 半侧过头去, 坐在岸边, 将小托盘随手放下。 帝君, 这是折颜金城让仙鹤送来的药酒, 说是给你养伤的。 帝君接过托盘, 平稳地放置在水面上, 随手直起一纹, 又含笑放下。 水波轻荡, 载着玲珑小湖并流离小尊起起伏伏。 这泉水日出清凉, 日暮温热, 你不下来。 懒洋洋的声音传来, 凤酒的脸红得好像天边的火烧云, 终究还是不敢直接下去, 那那退了鞋袜, 将一双白玉莲足进入水中, 精灵相配, 锁住纤细脚踝, 夕阳暖黄的光阴之下, 宛若欲雕, 让人想要把玩。 帝君侧目看他一眼, 眉风轻挑, 直起白玉小湖, 以一道优美的曲线将酒叶注入小尊, 酒香轻易而出, 流离尊城来琥珀光, 明显没有任何要起身的意思。 岸边的凤酒正仰头看花海日暮, 直觉得比折颜的桃林不知道要美上多少倍, 这里如此之美, 帝君你怎么不常来住呢? 住在太陈宫景时为着方便, 这世上景物美与不美, 原本与我并无分别, 不过一处住所而已。 凤酒偏头看过来, 那这里不是帝君的家吗? 家? 东华微微一笑, 侧过身来看他大抵凡间的汉诞院算是。 他胸前一斤随着侧身的动作敞开, 露出里面笔直锁骨, 预色胸膛, 肌里分明, 形状优美, 却遍不伤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预备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预备中,